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见面了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海岛精 那么在咱们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应用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棚 是我们种植的水果番茄的另外一个品类 这个果就是果盖相对还行 产量也可以 口感就是吃起来是沙嚷 一份的酸 然后五份的甜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海岛精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生产中去使用 海岛精首先 它这个生根的效果是很好很好的 它相对来讲要比这个生根剂要好太多了 海岛精咱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种植比如说是茄果类的 或者是瓜类的 大家知道尤其到这个中后期这个根系 就是茄瓜或者是茄果的后期上口感 那么很容易出现这个根系衰老死亡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应用这个海岛精了 这个海岛精一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个在前期咱们栽上苗子之后 为了迅速这个生根 养根 俗话说的好 药香产量高 根系先护好 所以说呢我们刚栽上苗子 前期就要开始在冲肥啊或者是灌根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去使用这个海岛精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是刮的这个烹刮期 或者是烹火期 我们开始用第二次 第三次呢就是这个上市之前的15天 那么建议呢一亩地 你最少使用一公斤的量啊 可以和肥料混合去使用